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5月8日签署了三份法案 SB264、SB846和SB258法案 分别与外国实体的不动产购置、教育合作、应用程序运营的领域有关 使其正式生效成为该州法律 拟定正式实施日期为2023年7月1日 其中SB264法案为外国利益法案 禁止政府实体与外国和相关实体签订合同 并限制向外国委托人转让农业用地和其他不动产权益 包括中国和与该国有关联的实体和个人 根据该法案 允许持有非旅游签证的中国公民获得面积小于2英亩 距离军事设施至少5英里的单一地块 加拿大议员庄文浩早前指控他在香港的家人被中方骚扰 加拿大政府5月8日就此宣布 驱逐中国驻多伦多的外交官赵薇 指控他长期干涉加拿大内政 骚扰加拿大议员的家人 作为反制 中国也要求加拿大驻上海总领馆领事争议会5月13日前离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 加拿大方面罔顾中方严正交涉 以所谓干涉加内政的谎言为由 公然宣布一名中国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中方已向家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中方从不干涉别国内政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则批评 加拿大政府严重违反中加双边相关协定 蓄意破坏中加关系 5月9日曼哈顿联邦法院的一个陪审团裁定 特朗普应该向美国作家卡罗尔支付 大约200万美元的民事伤害赔偿 加上近300万美元的诽谤赔偿金 使赔偿总额达到500万美元 卡罗尔在这项诉讼中 要求特朗普对与强奸指控有关的殴打进行赔偿 并收回诽谤言论 陪审员驳回了卡罗尔关于他被强奸的说法 但认为特朗普对性虐待负有责任 特朗普没有出席审判 但陪审团看到了他作证的视频片段 他也没有传唤任何证人或提供任何证据 卡罗尔是指控特朗普性侵犯或性骚扰的十多名女性之一 他于2019年公开指控特朗普 于1990年代中期在曼哈顿一家豪华百货公司的更衣室 强奸了他 特朗普在出social网站上发帖称 陪审团的裁决是彻头彻尾的耻辱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迫害的延续 他继续声称他不知道卡罗尔是谁 据ABC 13 News 5月8日的报道 美国人获得住房及租房援助的平均等待时间过长 且国家少有行动来解决这一问题 调查数据显示 去年处于补贴住房等待名单前列的居民 平均等待了18年 那些能拿到租房优惠券的人 平均等待了8年时间 圣地亚哥是美国大都市区中 公共住房平均等待时间最长的限 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的数据显示 在2300多万有资格获得援助的家庭中 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家庭得到了援助 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在一份声明中回应称 总统拜登的美国援助计划 已经帮助了5万多无家可归的人 去年该机构统计 大约有58.2万美国人无家可归 广 Peterson and Malki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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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